欧水准会考成绩今天放榜 尽管面对冠病疫情 但是这一届的表现亮眼 考获至少5科及格的考生比率达到了85.4% 比前一年高了0.2个百分点 创下20多年来的新高 记者吴立新报道 加东修道院女校毕业生郑于玄 患有罕见的节地组织疾病 因此出现心脏病 湿疹等问题 前年她因视网膜脱落 导致右眼失明 左眼视力受限 虽然考卷的字体特别为她而放大 但她仍需要使用辅助仪器硬考 于玄最终考获九分佳计 有些时候会想放弃 因为觉得好像很累似的 也因为有这个病情况我更勇敢 所以我还是先吃下去 有的战胜病魔 有的则克服丧亲之痛 达麦中学毕业生蔡嘉轩去年4月 在学校全面实行居家学习期间失去了父亲 为了让父亲引以为傲 她加倍努力在会考中考获11分的好成绩 因为大多数时候我母亲其实是去做工的 然后我自己在家里其实是很孤独的 但是幸好我的朋友就是我们每天都会有打电话的时间 然后他们就是非常的鼓励我 就是让我要撑下去 看得出她的情绪上面可能有一点难过 但是她又不想表现出来 所以她就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课业上面 受疫情影响 今年学生只能在课室领取成绩单 不像以往在礼堂领取 校方也做足防疫措施 保障师生的安全 去年共有23,688名学生参加欧水准会考 至少5科及格的比率达到85.4% 至少3科及格的则是96.8% 至少1科及格的比率则维持在99.9% 新传媒新闻记者 无力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